假期到来不少人选择出门踏青 四川 安徽 云南 新疆等地的景点 迎来了旅游高峰 游客分之踏来 这个假期 九寨沟景区迎来了大批游客 经过灾后重建 目前景区85%的游览面积 重新对游客开放 成为了许多人 此次清明假期出行的目的地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四川省的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景区 此时此刻 我所在的这个区域 叫做五花海 可以说是九寨沟所有景区当中 最为出名 最漂亮的一个核心的景点 从空中你去看 它更像是镶嵌在高原 当一块瑰丽的宝石 而且它的颜色是变幻莫测的 在不同的光线状态下 所看到的五花海也会不同 基本的颜色有黄色 绿色 到翠绿 到蓝色 甚至是紫色 清明小长假第一天 安徽九华山风景区 烟雨萌萌 大批游客前来登山祈福踏青 今年九华山 针对老年人等群体 专门设置了 无健康码人员登记处 同时还推出 孝道感恩之旅 赏花踏青祈福之旅等线路 深受自驾游客欢迎 目前景区各大宾馆酒店的客房入住率 达到了70%左右 民宿预定率更是异常火爆 我们民宿目前清明小长假的预定量 还是蛮好的 3号 4号已经满房了 5号目前的预定量已经达到了70% 假期礼到植物园踏青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位于云南猛辣县葫芦岛的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是我国面积最大 收集物种最多 植物专类园区最多的植物园 吸引了不少游人慕名而来 每年的冬天到春季 一直是我们西双版纳的旅游旺季 像最近这一段时间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游客量一直是维持在 每天4500人次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 我们在4点钟的时候 了解了一下这个入园的情况 大概是不到5000人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热带植物园的棕榈园 那么这里有非常多的 这个形态各异的棕榈植物 它们都非常高大挺拔 富有这种热带的风光 所以所有来踏青赏花的这些人 都会在这个地方驻足拍照 4月2号晚上 在新疆铁路乌鲁木齐站 游客乘坐由9714旅游专列前往伊犁 开启了为期4天的春季杏花踏青游 这是今年新疆铁路部门开行的 首趟旅游专列 伊犁这个土耳根的杏花很有名的 我们没有看过 正好这次有这个机会 应是假期 再一个有这个专列 你想坐火车嘛 肯定是要舒适要好一些嘛 Quiet 小客户 你快点 ay